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 送出的一份学习大礼包 找我喝茶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联小胖哥 其实我做京东入住也好 做电商服务也好 我是不排除同行的 我一直在学习同行 但是有一些同行呢 就是玩各种低级的套路 很让人反感 先说一下这位老哥 他家我找到我 他说你好 京东小店呢 可以不提供第三方链接 可以操作吗 我说开什么类目的小店 他说开汽车用品的 我说汽车用品的 最近下不了 他说好的 我说等一等吧 等夜底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哥呢就冒出来 他说你有客户要做京东小店吗 我们可以做 我说汽车用品的 你也可以做吗 他说可以 不用等夜底 然后给你反点 可以做的 我说可以做 那你报个价格给我 他说只要提供营业执照 价格就在2K左右 我说汽车用品的吗 你确定哦 我是同行哦 他说是的 我说一般多久可以拿得到店铺 他说一般快的话就三个工作日 车品的话是最快的 我说你这个 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类目 有的话你告诉我 还有你这个是反多少给我 因为都是同行嘛 其他的你还接了什么类目 他说可以 他说我们这边报价是2K 看你想赚多少 就加多少 我说如果说是2K的价格太高了 我赚不了 你下次可以找我 我1K就能做了 不清楚你车品的招商找的是哪位 但是所有的招商 最近都说没有名额 你说你有名额 我说不吹牛可以吗 他说不管招不招商 我们有实力下店 结了一个开店的图给我 我说哥哥这个图呢 我太多了 我一天可以找几十个出来 最近车品的一个礼拜呢 都没有开出小店 你说你能开出来 牛逼吹大了去了 你给我一个商家ID 让我查 如果说这商店开出来的 我给100家车品小店 让你做 他说我们反正是有起到可以开 我不想说什么 这是客户的一个隐私 我说好的 那客户的隐私 那就不说了 那我们是先付款 还是先开店 同行吗 你看一下 他说同行之间呢 应该都清楚 走淘宝定金付款 我直接把他的聊天记录的截图 截图给招商 我说哥哥是不是有小店了 我说市场上都在传 有小店了 这个人跟我说 他有起到 有实力可以开 是不是你们老大 或者说领导开的 如果有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 招商直接跟我讲 他说最近这几天都没有小店 他第一关那边就卡住了 不可能说有 领导上面也没有 所以说很容易 就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忽悠我 我回头呢 我直接吊了这个首位的同行 我说你能下店 再跟我说付款 别说什么定金不定金的 你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只要你有实力 他回了我一记 他说万一你下店铺了 不要怎么办 像这种同行呢 能聊到这个时候 我就直接开骂 我说哥哥你别跟我说 你什么傻逼 鸡巴起到下店 你去问一下车品的招商 谁不认识小胖哥小胖 傻鸡巴玩意 我真不想喷你 你能下就下 不能下就给我出门走转滚 同行其实不可怕 但是同行骗同行 你一开始你就说明你是同行 我还没那么反感 各种打听 打听完他说说你能做 牛逼轰轰的 也说你能对接 他不知道我也是直接对接招商吗 因为我这边是京东的一个官方服务商 一手的直接对接各类招商 我们有那个服务群 直接瞬间一个信息就过去了 能不能开我们最清楚 最后下店付款一定是靠谱的渠道 大家一定自己注意 先付款后开店的不要去搞 一定要掌握 我们下单到 好 让我们下单到